大家好我是PanerBan的紅蟹 歡迎收看近來搞什麼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5年第1個星期 我們一切由重新開始啦 其實都是一個重新開始 因為去年年尾的時候 不停拍的Steam Cell系列 其實都頗忙的 一天出兩條影片 除了在搞Steam Cell的影片的其他時間 都要維持基本打機 只可以叫做 拍的連載啦 Shadow of Mordor 啊 Far Cry 4 啊 星期六呢 都已經出不到其他影片了 其實都要說的是 幸好是聖誕前後那段時間 年尾我有少少在清假 除了公眾假期之外 又有些時間是自己放了半天假 那才叫做 有少少天時地利人和之下 才應付得來那系列的影片 那怎樣都好啦 其實就好多謝大家支持 去看那系列的影片 亦都好多謝大家的留言 鼓勵啊 稱讚啊 支持啊 給意見啊 加上一些額外的情報 各樣東西 好多謝大家參與的 那Steam Cell完了之後 終於有時間試一下新遊戲 不過都比較可惜了 要到星期五 我才試到這隻 This War of Mine 星期五玩完啦 星期六就去剪片 所以昨天出了 這段都比較長 整個小時的影片 其實我原意當然是只想拍三十分鐘左右 但發現 其實頭三十分鐘 都可能只是玩了第一天的內容 只是看到一些很基本的操作 連一些跟別人去交易 或者一些人物狀態 變得更加肚餓 變得累 那些狀態都完全看不到 其實你也看到我玩到Day4 才有第一個要我去做決定 幫人或不幫人的事件 會影響你的角色心情的事 自第一次發生 但由於是初體驗 我比較想真真實實地 呈現這遊戲 你第一次接觸的遊戲的時候 那個結構啊 或者那個節奏啊 會給你一個什麼印象 所以我又不想剪輯一些精華的地方出來 所以就留下了一段接近一小時的影片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其實玩了一小時都還沒有入局 因為體驗這遊戲 講的是 你看到那些分派人手啊 怎樣去搜尋啊 去安排晚上誰出去搜尋 誰留在家裡休息 這些系統其實我不覺得是很新鮮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遊戲的重點應該是 在這個戰亂時候的背景 去做這些可能導致你死我亡啊 一個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 做決定才是那個重點 同樣都是可能做一下這些 安排人手啊 分配工作那些東西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和在可能你說一個安安落落的 一個平常玩一些模擬的農場啊 或者一個fantasy奇幻的世界 背景之下 這個感覺應該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其實很需要看它的故事的部分 看看劇情啊 看看對白啊 寫得如何 看看可不可以 令人投入到這樣的氣氛呢 才可以評價到這遊戲的 所以我覺得都有點不好意思了 這段初體驗其實就不可以表達到 遊戲的一大重點 對遊戲其實有點不公平的 不過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初體驗就是讓大家看看 遊戲的設計 就是它決定給大家一些內容去接收 這也是遊戲設計其中一個考慮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一開始讓大家熟習這些 所以它是一個實質的 這也是一個實質的 這也是一個實質的 第二隻試了呢 又可能不可以算作為新遊戲 因為是Majesty Go的HD Edition 又是在Steam售期間買的 它這個 其實Go的版本就包含了Majesty的 而HD版本就包含了支援更高resolution的畫面 試了呢 最高去到1920x1080 OK的 但是玩遊戲的時候很不暢順 不算是很適合到玩不到 也不是很適合的 其實是一些東西走得很慢 不知為何 雖然不算是玩不到 但是玩下去也不是很過癮 另外很擔心 莫非我買了HD版本 結果都要開一隻 800x600的LODEN版本來玩? 幸好我們在網上做了一點翻查之後 都找到一個方法 在Steam開玩遊戲的時候 在一個Launch option上 加一些... 大家都不明白是它修改了什麼的參數 類似是使用或者不要用的功能 就不在這裏作多餘的解釋 說回遊戲本身 其實玩法沒有改變的 跟我在Steam Sell那段影片介紹過 都是那些東西來的 建建建建物 招攬不同類型的英雄回來 主要是利用他們 幫你探索地圖 或者打一些怪物 或者在地圖上一些古堡 一些怪物的巢穴之類 其實就不算很有策略 或者很有戰略性 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你可以了解一下不同英雄的特性 有些特別容易給錢吸引到的 有些自己很喜歡到處去探索地圖 不用特別利用都會去做 有些會比較喜歡黏著其他英雄 除非你建建了一些巫師的工會 或者不同類型的神廟 招攬不同類型的牧師 或者武僧之類的 之後 你可以偶爾用一些法術 去直接幫助一下英雄 或者攻擊一下怪物 其實這遊戲有趣的地方 主要是看著你那些英雄 有時候就去戰鬥 不夠打逃走 不然就逃走回城 又再買一下盔甲 又再光顧買其他不同的裝備 所以其實我很希望有製作團隊 拿回這個基本的玩法 再加強一點 可能跟Hero的交換 或者令Hero的行為 可以更細節一點 再多一些不同的事情 他們會做到 看起來和玩起來都會更有趣 其實在這遊戲中 每關都有不同的任務 有時候就叫你打怪 清場 有時候就有些東西被偷了 也要出去找回來 我玩了一關 就說我的王子 無緣無故被一群精靈奪走 然後他們就向我要贖金 你有30天時間 就賺夠這麼多錢 當然啦 我不跟這些恐怖分子談交易 另一個做法就是 在30天內就攻擊他們 在他們手上 直接救回王子出來 但發現這群精靈都很奸謀 一開始就已經人多勢眾 加上那些精靈又遠程攻擊 又走又走得更快 而且地圖上就沒有其他怪物 那我的英雄招攬回來 都沒有什麼時間 讓他們升級 就要被這些精靈不斷騷擾 結果不夠打 不斷死 搞到玩得比較生氣的情況下 就放下了這遊戲 就沒有再玩了 Steam Sale完了之後 也如我在影片中提及過 我重新開始玩Transistor 基本上是一個 類似很多JRPG都有的二周目的玩法 故事就重新開始過 但你會保留你的level 你的技能 之前允許過的東西 都會在那裡 其實在我之前玩爆機 那裡我已經拿了15個技能 很快在二周目一開始 就很快拿到第16個技能 也是最後一個技能 之後呢 就再允許一些升級的東西 以及允許一些Limiter Limiter 其實是用來令遊戲比較難玩 你的經驗值會比較多 放下了遊戲那麼久 其實在開始玩的時候 都有點不知所措 有些忘記了技能做什麼 以及如何操作 不過不知要讚一下遊戲的操作系統做得好 還是什麼 玩回一兩個戰鬥之後 總算很快就拿回 剛才說了 在二周目一開始 除了拿了一些技能 其實都看了一些 在最初的故事 還未看得完的寶座資料 無論是關於遊戲 這個世界裡面的其他 角色或者敵人的資料 理論上呢 遊戲裡面有的寶座資料 我已經拿齊了 不過看完之後 其實也不見得 有很大的幫助 對於我理解這個故事 還有玩回一隻遊戲 一開始的部分 我發現其實都 他都比較刻意 是比較含糊地去交代故事 所以其實在遊戲初期 你不明白故事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都很正常 而我雖然叫他玩爆過遊戲 這遊戲已經知道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其實也不見得很有助 了解一下 故事初期發生的事 可能也不太記得 遊戲中期發生的事 劇情 不過 Transistor這遊戲 其實與其拘泥於 很清楚地了解 整個故事的 前後果來龍去脈 好像看新世紀風 有很多人到處理解話 不如花點時間去欣賞 所謂moment to moment 即是每個段落 或者每個場景 去做得很漂亮 或者那個氣氛 去營造 那方面好像比較接近 遊戲的原意 或者是製作團隊的原意 另外就是從玩這遊戲的時候 我想我更加在意的 可能是技能方面 因為開啟了16個技能 就代表我喜歡的技能 怎樣配搭都可以 而且開啟了一些能力 就令到我可以同一時間 放更多的技能 去做一些輔助的難位 或者被動技能的難位 而且當你拿齊16個技能 之後你再升級 就會開啟了一些原有的技能 第二個COP 代表除了你可以把那招技能 放在主動技能的難位 之外 同時可以放在另一個技能的 輔助難位 去增強另一個技能 或者同時放在被動技能的難位 等你持續的效果 即是在戰鬥系統上 變快又再多了 還有開啟了 之後 有時候開啟了太多的 都會令到戰鬥難玩 真的會死人 真的會搞不定 亦都令我再回頭想想 其實我是不是需要帶一些 多些攻擊技能 因為這遊戲的系統 就是如果你被打到沒有血 你的技能就會開始 沒有功能 開始不可以再使用 帶兩招主動攻擊的技能 被打到沒有減傷 就馬上斷了一臂 立即更難清理正如的敵人 所以又讓我回去想想 我是不是要在技能的選擇 再深思一下 不過不在這裡再說太多 大家都未必理解 未必明拍到的東西 因為不是真的玩過這遊戲 只是想在這裡再讚一次 所以其實這遊戲的戰鬥系統 技能的系統 真的挺下苦工去做的 好了 下個星期一切都回復正常 雖然理論上可以再試試新遊戲 不過一來我又不想 很急進很喉琴 馬上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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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再試試試試看 另外一方面也要花時間 維持一些基本的 連載的影片 加上下週自己的工作上 也正常 沒有那麼多假期 其實相對可以使用的時間 會少一點 所以希望繼續 一切運作正常 還有一些特別節目的事情 也想花時間去做 所以比較抱歉 就是未必可以把新的東西 很快的即時給大家看 不過大家看我的頻道 都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第一實 最快最新 很快玩完新遊戲 都未必是我這個頻道 可以提供到的一件事 怎樣也好 新的一年都是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另外就是更加希望 大家可以繼續在這個頻道 找到一些適合你看的東西 我覺得這一點才會令我最開心 最安慰的地方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感受 希望大家繼續多點來留言 交流發表 我是PandaBun的紅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